那么在本届奥运会当中啊 中国体育代表团有哪些比赛值得关注呢 我们来听一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小小的分析 在巴黎奥运会备战周期 中国代表团中的很多项目都完成了新老交替 踏上新的奥运征程有什么样的看点呢 先来说乒乓球 巴黎奥运会备战周期 乒乓球队内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 变成了孙颖沙和王楚清 巴黎奥运会上孙颖沙和王楚清 作为混双排名世界第一的一队选手将连妹出战 他们两个人还将出战单打和团体的比赛 身兼三项 在这个奥运会备战周期 很多外协会选手的进步也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通过这半年的比赛来看 他们还是很难对中国乒乓球队构成威胁 我们再来说中国跳水队 中国跳水队这次派出了十位奥运冠军出战 陈运熙和全红产两个人在十米台这个项目上 为我们奉献了很多名场面 在巴黎奥运会上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竞争本身就是最大的看点 中国射击队以00后选手为主 在巴黎奥运会上 我们的优势项目依然在步枪上 尤其是女子和混合团体很好地延续了之前的优势 不过在这个项目上 印度队将和我们展开全面竞争 中国举重队面对巴黎奥运会上项目缩减的变化 主动应对 好在李文问 李发斌 侯志慧几位东京奥运会冠军 很好地延续了自己在各自项目上的统治力 值得一提的是 刘焕华很有希望为中国男子举重 取得在大级别上的突破 此外 中国游泳队 无论是蝶后张雨飞 蛙王秦海洋 还是我们在自由泳上最大的收获 潘展乐 他们都将身兼多项 因为中国游泳队有多名选手 他们都是正值当打之年 所以我们在多个接力项目上 也是很有竞争力的 说到游泳 也不要忘了中国花样游泳队 他们在这个奥运会备战周期 已经成长为世界一流强队 所以在巴黎奥运会上 他们将如何应对新的规则 如何在难度和完成度之间进行平衡 也是一大看点 这几年 中国体操队邹靖元和刘洋 在双杠和调环项目上 很好地保存了实力 张伯恒首次参加奥运会 就以队长身份出战 这位00后的小将 在男子个人全能项目上 很有竞争力 女队方面 我们很好地保存了 在高低杠和平衡目上的优势 17岁的小将 邱奇元 在多个单项上具备竞争力 中国羽毛球队 尽管在五个单项上 有四项都排名 世界第一 但是我们依然以冲击的姿态去比赛 好在之前队员们参加过 巴黎奥运会的测试赛 对于场馆非常熟悉 应该可以很快进入比赛节奏 在这一条条件上 也许多了 有很多人 都可以很快进入比赛 这一条条件 希望你能够 注意到 这条件 比赛